網紅症的時候你們難不難 你們是拿到的 都不難的 住舊就行了 住舊就行了 那時候你住了多少年了 韜徒 九年十年了 你住了多少年了 韜徒 九年十年了 但你去不用的 應該七年的 那十七年 是不是那十年 你去不用的 應該七年的 那十七年 是不是那十年 我去到三年之後 就可以交本地學費 頭三年都不行 就算你拿著英國護照 頭三年都不行 就算你拿著英國 頭三年你都是要交外國人學費 DNO那時候你拿 都是英國護照 都是要交外國人學費 那三年之後 先給你交本地學費 那三年之後 先給你交本地學費 我見到很多網友就問 譬如Candy問很多問題 首先 一個移民顧問是做甚麼 有聽眾就會說 齊大哥 你自己都在歐洲 你住在德國 為什麼又笑別人去英國讀書 那大家就有所不知 歐洲呢 二十六個國家 不包括英國呢 你們讀完書之後 是可以在當地留下工作的 最低限度是一年半 往往都給兩年時間去找工作 只要你找到工作做的話 居留夠五年的話 之後呢 就成為永久居民的了 再加三年呢 很多時候就可以入賣國籍的了 再加三年呢 很多時候就可以入賣國籍的了 比如說 你在德國 那你就變成德國人了 是不是 你在法國了 你拿了護照 當然就變成法國人了 只不過呢 直到今天為止 雖然呢 Boris Johnson 上海台說會修改一個政策 但是呢 以今天為止 絕大部份在英國畢業的人呢 都不能夠留下當地工作的 但是呢 以今天為止 絕大部份在英國畢業的人呢 都不能夠留下當地工作的 本來來說呢 英國佬賺完你的錢之後呢 你就要離開 回香港 是不是 所以呢 怎麼計呢 你在英國讀書 和歐洲讀書相比呢 英國呢 就很容易是虧本的 因為你花的錢多 但是呢 你就沒辦法當地賺得回 也都賺不到當地的居留 而歐洲呢 讀大學就不用錢的 而且呢 你畢業之後找到工作就可以入籍了 是不是 這個呢 首先要搞清楚 齊大哥就會問 既然在英國讀書又這麼貴 又不讓你留下 又不讓你入籍 明天收到例子又另當別論 但是起碼這一刻來說不是 為什麼那些人又這麼喜歡在英國讀書呢 失機無神說 因為這個武漢肺炎冠狀病毒 十幾萬人可以從英國回來香港的 真是很多人 那些人哪裡來的 那麼